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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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达人之外呢 还有著名的时尚博主 我们的GoGoBoy 大家知道他在这个博客上面呢 是言辞很犀利 当然一般来说上了节目 见到本人可能会稍微有点保留 就给大家有点面 我有关注他 是不是 我关注他 我发现他真的是毒舌九段 九段 我看到他我很怕 然后你怕他 是 你知道有很多 不是有很多艺人都很恨 就是说明明我也去参加那个秀 为什么GoGoBoy没有点评过 点评也没什么好话呀 不是 你们这就是不了解他 他怎么没有好话 他一百篇里面一定有一篇是夸着他 何老师要不要对我太了解了一点 就是偶尔的了解了一下 OK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古儿 今天这套衣服你觉得 这个呢主要是拼接 拼接 我突然发现你这个衣服 其实很厉害 不比徐丽的差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一直把话筒拿到前面 不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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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干漏 可是古儿厉害的就是 我觉得他能把性感穿 穿成萌的感觉 你就是说他没料 你就是在骂我吗 OK好 这古儿带出一个词 就拼接 那接下来是我今晚的女朋友 谢谢 我们的游思琪老师 今天我们两个不约而同 我平常喜欢这个中性的感觉 就是比较利落帅气又简单的 了解 就是唯一可以变化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外套 然后你就可以简单搭配的话 你会觉得说 虽然穿同款的衣服 可是它还是有变化 了解了解 我自己呢很简单 就是游思琪穿什么 我就不想 好 我们的新朋友 来 今天你的衣服是 就是你把我要说的口号说掉啦 就是沙沙老师怎么穿 我怎么穿 沙沙老师穿在上面 我穿在下面 这就是变化 对不对 你看你看 我们两个真的很像 你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就特别想玩一个游戏 大家来小馋 我觉得我也可以加入 不是 你还跟他们有一点差 他们两个真的 你知道玩一个什么游戏 就是沙沙老师在这边 然后斯文家这边 两个就跑 然后一撞到一起 就变身 然后一撞一身的调文 或者一身的采度 对所以我不管今天是谁来点评 帅哥你记住啊 你点评的不只是我 是沙沙老师 你要攻击的也不只是我 我无所谓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我们要端正态度 其实 你讲紅色 Kelk Boi 的人生 ��는 Ray 不是攻击别人的人生 真的吗 是是世 sitä 刚才我们的台下 刚才台下已经已经已经中 Mer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对 我刚才说了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今天那个 金眼 在座的各位的姑娘们 我跟妳讲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拍个马皮 我说 老师我关注您的博客的 然后他说 没有没有 没有用 好痛 没有用 没有用 看你刚才编寨 跟我说说 那个 哥哥波瑞的老师的那个点评会很犀利 莎莎老师今天你要接招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谁带他来的 然后今天就翻了一个大白眼 其实说实话很暧昧 我觉得我今天这身装扮呢 是心机女 怎么说 因为你看这色彩这么的浓烈 就我一个人黑色的 然后那束扩板 然后再加上拼接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这个 哥哥波瑞来说说看 你今天看到我们满台的美女们 然后哪个是你觉得最好的 哪个是你觉得真的 对不起你再关注我的微博也没用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位巨型仙女 那位搭配 太真谛 原来哥哥波瑞就是这样的水平 我来说水平很好 哥哥不好意思太真谛一样的 我觉得我好搭 我们可以一起走秀一段 然后你在微博上可以爱我 可以在微博上爱我一下 这样我就猴了 我这些时尚的风向雕 等一下老师你真的他的好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是比较随性吧 珍珠项链呀 然后九分牛仔裤呀 减分的是哪里 减分的是他人 整个人在嗨了一段 衣服好看 减分 他喜欢整套衣服脱出来 拿衣架挂在那里 人不用了 好那如果现在就到了惨烈的环节了 就是各位觉得 这里面真的有谁是穿的 真的是你需要 评价一下的会是谁 难道是我 不太符合我的审美的可能是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好怕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配饰有点多吧 衣服上也有花纹 这个包拿掉 项链这么浮夸 然后瘦桌那么浮夸 我觉得可能配饰有点多 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单一点 就是什么配饰都不要 还是要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过说实话 这个项链真的是老师给你搭的吗 是 是我搭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他一身太过于黑白灰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重点的配饰 是我搭配就是觉得应该有个降亮点 了解 好那这样好了 莎莎老师给我们先从总的来讲一讲 看今年春季 你个人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趋势 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其实刚才大家都把今年春季的关键词都说出来了 今年最流行的是条纹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选了条纹 那除了条纹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就包括波点图案 然后格纹图案 其实都非常流行 那第二个重点的话是饱和度的色彩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好多人有穿这种饱和度的色彩 然后因为很多秀场上面的那些大牌都有出现这种各种各样明亮的颜色 那第三点的话是拼接 那拼接的话不光是果儿身上这种色彩拼接 还有刚才悠悠身上穿的这种材质拼接 等等等这种拼接的款式也是非常流行的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的话 今年流行阔系 就很oversize 就很有男孩风格的那种款式 这是我们莎莎老师帮我们总结的春季的四个点 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实际的服装来给大家讲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听听看游思琪老师 跟我们讲讲彩妆的新的一个方式了 首先我们回答这个迷思好了 这样的艳丽的唇膏的颜色是真的是这个春天流行的吗 对 其实从这个去年开始就是流行这些艳色的时候 这样子的唇膏呢 你会发现说各大专柜里面 它绝对都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最主推的 卖得脱销的那种 哦对就这个 就是这个颜色 你知道娜娜就是谢娜买到这支唇膏 这个好好看 可是它中间为什么湿乎乎的那个是什么 没有中间这个是那个护唇膏的成分 对那你在涂的时候 对就会有滋润 所以你在干燥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好看 好大胆的颜色啊 其实徐丽你今天穿的那个裙子 真的应该蛮适合这个的 对就稍微中间我帮他试一下 好可以可以稍微试一下 从中间轻轻的涂一下 然后呢记得就是在画的时候 不要有刻意的唇 就不要有边际的感觉 对你就稍微用手指 运染一下 对好适合这个唇色哦 这样子呢可能会比刚才他擦那个裸唇 去搭配这个衣服 精神一点 对 有点精神一点 有点精致又不矫情的感觉 但是抹完这个唇就很想说 哦爸 这个就是今年春夏比较流行 这种几何图案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Mirenda Care 她什么都不用说 她用长腿说话就好了 对 非常有60年代 未来复古风的那种感觉 然后旁边呢就像刚才说了 这件衣服呢就显得 她的身材那么好 腿那么长 并且竖条纹就是视觉上 有拉伸的效果 没错 好的大家期待着错的范例 果儿快离她远一点 她会先点击上面的两位 这不是穿着一样的吗 对一个品牌的 所以大家有觉得这两位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有点缺缺的 我跟你 我不说这话 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她们穿着特别美 好的 先来说说左边的这位吧 霍斯燕 其实呢 我们有名言到路上不路下 感觉露了腿 上面的尽量裹得严实一点 并且我觉得这个 蛾字的颜色有点偏裸色 感觉好像整个人 更像肉了 太客气了 开始已经躲在那里 好 接下来第二组 美啊美啊 第二组 你现在是看得到亮色嘛 我觉得这一季的亮色的关键是在于 你的整个要是一个整体的颜色不要太多 并且你的服装尽量简单一点会比较好 然后错的果然比对的要精彩很多 介绍裙子不是跟刚才那个 对 是一样的 其实她穿的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关键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吧 太长了 发型 头发啊 我觉得发型的问题 对啊 她头发像在微波里刚转过一样 就做过这个 最可怕的是她的比喻 我几乎都做到了 她说完话 我都没跟她在同一个画面 她的比喻还是有点点到位 我觉得她的比喻是一种 我觉得户路往来 大家都到棚外去了吧 可是我觉得维维这身蛮美的 就是如果她鞋子再是同一个颜色就好了吧 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可能颜色太多了一点 你看她头发是黄的 嘴唇 眉红的 对 衣服也是亮粉色的 然后裙子是黄的 然后鞋子还是花的 就点太多了 我觉得这种穿衣服好像扔垃圾一样的 就随便往身上扔的 我觉得在基础搭配阶段的话 装色好难 然后我觉得这种 而且是这种艳粉的话 就更难装 还有吗 还有吗 你够了 还有 那刚才呢 我们是讲到了 就是狗狗boy从这个Fashion Show当中 还有T台当中选取一些队的 和一些大明星们 他们其实用心的 或者是造型师帮他们用心的打作 可是还是会出问题 对啊 所以你想我们平民老百姓 很多的女孩子 单枪匹马的 想穿出一些生活当中 但是又有时尚感觉的装扮 岂不就更难了吗 不会难 因为我们 韩叔我是大美人 就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莎莎老师 和尤思琪老师呢 带领我们的一个时尚小分队 真的走到街头去看看 怎么样我们在 用这样的一些搭配的原则 但是是我们普通平民 都可以穿出来的时尚的感觉 我们一起到外台看一下 各位韩叔 我是大美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2013年春季时尚大课堂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 会有两位美女组合 来共同为我们 解答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 关于美容和美妆方面的疑问 我们欢迎莎莎老师 和思琪老师 欢迎 你到春夏的时候 很打很想去挑战一些彩色的衣服 所以今天我也告诉大家 就是彩色的衣服该怎么去搭配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选了一个比较 很春天的粉嫩的这个设计 这一看就是春天 非常嫩的颜色 那其实刚才也有胖的女生 会说 哎呀 这个颜色我们挑战有点难 那你可以不选的这种暖的 你可以选冷色系的 因为它是一个高腰的款式 然后它下面这种褶皱 像裙摆一样的上衣 非常有就是遮腹的效果 对 要不你站起来比一下 看一看是不是正好能把这个 你最担心的这个部分 正好可以遮掉 小姑男辈 对 然后它腿还蛮细的 其实底下可以选一些紧腿的裤子 这样的话会显得整身都非常修长 我们让摩托先试一下上衣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选了一个色彩 也非常春天的一个 紧腿的这种裤子 绿色 对 然后绿色跟黄色 也是一个壮色搭配 其实刚才我们上一套已经讲到了 是在小配件上面的小的一个壮色 那我们现在是大面积的一个壮色 我们尝试一下这种色彩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其实选择色彩搭配的时候 尽量就是在两个颜色左右 对 不要再超过了 如果是想要三个颜色的话 那也是你除非是搭配高手 就是而且如果想 很难驾驭 对 很难驾驭 如果说你想要第三个颜色的话 那尽量就在妆容 或者是一些小的配件上面 今年其实也非常流行那种 很夸张的珍珠饰品 所以我们一身上来 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亮点在身上 效果非常好 这个好漂亮哦 这个裙子就很宫廷风 而且有这个饰品 我觉得它整身感觉呢 就是那个气势 就是亮了很多 对就完全出现了 对 如果说你的胳膊会有点偏粗的话 那外套是非常好的一个 遮头的一个 对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是配合了这一套 非常有复古的风格 那我们选了一个 这种类似于香料风格的 这一套外套 白色 那不 我们一定不要这样穿进去 这样的话太土了 已经out了 我们要踢在肩上 我们现在一定要这样穿 对 然后这样的话 才会有就是 那种韩剧女主角的感觉 是 我们刚刚跟着莎莎老师 学到了我们 这个时装周上面的 一些亮点和要素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担心 我们的妆容了 因为哪怕穿得再好看 要是脸上没有光彩的话 还是会黯然实色 其实彩妆的话 相当于是服装的第二件 对 你穿好了以后 你就画一个非常符合 它的妆容 然后这一套衣服 才要穿完整 没错 那2013年 我们脸上的这个妆 究竟走的是 怎样的一个趋势 简单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今年有很多 比如说要比较中性的打扮 有很多呢 就是在这个彩妆方面 你会发现说 好像画一个 很素的这个底妆 看起来像没有 化妆的那样素肌感 是今年一个底妆的趋势 就是它要看起来 像没有化过妆一样 对 可是实际上 当然还是要把这个肤子 或者是这个肤子 做一个很好的修饰 其实在春夏 我都建议大家说 你不管你要今天化什么妆 之前呢 你的保养 然后甚至是防晒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像我现在这个 手上拿这个呢 就是一个防晒乳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 完美的底妆之前 我们要先来这个上这个防晒的部分 对 然后呢 它这边的防晒里面呢 有个特别的就是 它是双倍的高纯度的奈米防晒 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 它特别细致 那我们在讲说 其实一般哦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 讲这个底妆的效果呢 其实有个重点 就是我们现在都不是用 底妆的厚度 来做皮肤的这个修饰 而是用这个 我们特别用产品里面的细致度 还有光泽度 来去反射掉 比如说我们脸上一些 凹凸不平的地方 还有我们一些斑点瑕疵的地方 我觉得有时候那种 妆特别厚的话 会觉得很担心 它那个会掉下来 就是那个粉药掉下来的 就是那个感觉 那个墙皮好好好 好厚厚那种感觉 很可怕 看一下哦 这个是它自己本身皮肤 其实它本身皮肤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不过呢 你看一下 有这个 我们擦着这个防晒乳 透明感 还有呢 就是让你肤色均匀之外 我觉得一个很重点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今年春夏的皮肤 要有一种浸透的效果 可是浸透呢 我相信很多人很怕 就是说太过浸透 可是我的瑕疵 完全都被看出来了 所以我建议说 你呢 之后我们可以分两阶段性的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防晒BB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防晒BB呢 你在局部 特别需要加强的地方 我们再上一层防晒 没错 那其实我们看到那个SPF 一个是30 一个是25 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具体在哪里 其实呢 我们刚才用到了这个BB呢 它是防护修护型的 那另外呢 我们第一个用的就是SPF30 这个 它是属于光白型的 它对于白亮的修饰呢 是更加倍的效果 所以说就涂完之后 直接就有美颜的一个效果 对 对 很棒 好像是眉涂修修一样 修过片的那样皮肤的效果 好 那接下来其实唇部也很重要啦 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运用这些颜色呢 来搭配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彩妆 好 把之前的口红拿出来 就是唇蜜或口红都可以 我们先来做一个打底色 我们再来用这个就是想你色 比较高级的相红色 好 这要怎么擦呢 我们要先从唇的中央开始 唇的中央你就想象说 你在唇中央画一个爱心的这个范围之内先擦 就是从比如说下唇跟上唇的中央 这个爱心状的部分你先擦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口红的颜色 跟刚刚的裸唇的颜色混搭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然后呢不要有明显的这个痕迹 对不要有明显的唇线 把这颜色搭上去 怎样 有没有这样粉嫩的感觉 对对 好嫩好嫩 好想剃一口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妆面就已经全部打造完成了 对 接下来我很沉思心 因为接下来就是我和这位妹妹同样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oversize的这种款式 好像我们这种肩相对来说较宽的女生很难驾驭 其实我觉得oversize的衣服更适合肩宽的女生 真的吗 对 定心丸定心丸 对 更适合我们 所谓的oversize 因为它是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肩线的 它肩线一般都在下面 所以其实你肩宽是看不见 它是帮你给忽略了 然后oversize就是最怕的身材是什么样 是溜肩 就是所谓的溜肩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肩膀 如果你是溜肩的话反而不适合这种款式 因为整个感觉就没有气质 对就看起来会很没精神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不用担心我们肩宽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是优势可以驾驭 对对对 然后那其实今天你也可以试一下我带来这个像所谓的oversize 来你试一下 试一下 它穿上去以后反而把它肩膀给缩瘦了 因为它的肩线在这下面 对好像就是也分不清楚是在这儿呢还是在这儿 我觉得它伤害蛮合适的 试验的衣服有点不太搭 所以我觉得下面可以搭完了以后 你可以把这一套整个搬回家 所以待会我们就是要用这一件衣服来进行一个搭配 对对对 为你量身定制的 赶紧脱下来给模特穿 如果说你上半身稍微有一点分满的话 那我建议你上半身最好是深色的 譬如说反过来 反过来 对上面是黑色底下是白色这样 会效果更好一些 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选择 对 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搭了一个今天非常流行的条纹的图案在里面 然后打造是比较帅气中性的那种感觉 下半身的话 其实oversize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上宽 上宽下宽 下宽 所以下半身一定不能肥 如果肥的话你就变成一个长方形了 你想长方形能好看吗 多恐怖 像块面包走在路上 像这种很多紧身裤啊 其实很想问一下莎莎老师 就说像有些人腿型可能不是那么漂亮 可能稍微有点O型或是什么样的话 那在选这种裤子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对 如果说你的腿型不太一样的话 在选择这种裤型 在拼接的上面其实可以下一些文章 那有些裤子它中间是带一条中线 对 如果你的腿稍微有一点点O型的话 有个中线会让你觉得有点收拢的效果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侧面 像这一款的话就会显你腿系 因为它有一个侧面的拼接 其实你看到的这边它感觉被切割了 你感觉侧面好像没有 没有就是这个面积 感觉就会腿系很多 对 感觉那不是肉 是裤子本来就这样设计 对对对对 这个内搭就这样完成了 那我们主要是来穿上这个外套的效果 很有气场 然后呢 这个呢 其实也比较适合刚入职的那种白领 就是上班的 就是你为你两身定制 其实上班的时候不一定说就穿成所谓的职业装就显得你土 如果你搭配的非常好看 干练的话 其实会感到你非常有气场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函数 我是大美人 2013春季时钟展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时尚小分队要展示他们成果的时间了 对 我们谢谢莎莎老师帮我们搭配来 有请我们的美丽的女孩们 然后呢 我今天其实搭配的这四套衣服的是把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流行点是有一点混合运用了 那我们说一下我们请来的一个素人的朋友 然后呢 其实她的身材就是属于那种下面很瘦 然后上面她是觉得自己肩膀有点宽 她很担心自己不可以穿这个oversize的衣服 她觉得肩本来就很宽了 然后如果穿这种衣服会显肩更宽 其实一点都不用在意 我们刚才在外景的部分也有说到 就是如果你是肩宽的女生 其实反而可以更选择这种款式的衣服 只是在色彩上面 如果你肩非常宽的话 我建议上面可以选一些深色系的 那下面可以反而可以选浅色系的 这样的一种上下呼应的效果 然后第二套的话 我说一下那个就是复古图案吧 然后我们有两个复古图案 那两个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这位呢 我们走的是有一点点复古的小名媛路线 对这位素人朋友 她是属于上身就是相对于比较瘦一些 她是胯部比较大 她胯部大的女生的话 我建议选一些稍微喷喷的一些的裙子 这样的话其实遮掩你的胯部的这个缺点 高小型女生的话 建议上衣今年也是选这种oversize oversize的重点搭配 还有一个点就是上身宽下身窄 然后这样的一种搭配的原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也选择了一些色彩很鲜艳的 这种款式的裤子 然后跟她一个上下的呼应 让她感觉更活泼一些 好的谢谢 也辛苦我们的四位模特非常棒 不管你是专业的模特还是素人 今天在台上都给我们呈现出了春天般的感觉 好 下面有刘思琪老师 老师来跟我们讲讲看 其实女孩子会有一个困扰 因为女生的这个肤色其实会有不同 有深有浅 那在选择这个防晒乳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 那这边呢 我觉得刚才针对那个何老师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自己不同的肤质跟不同需要的时候 你要选择不同的防晒乳 为什么你同一个牌子拿这么多不同的来了 对 因为每一个都不同 比如说呢 你想要是比较就是舒服清透透气一点的感觉 自爱一点的感觉呢 我就建议说你用的是一个就是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防晒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感觉一下 它是水的这种质感 对 它是非常清透的这样子感 你可以感觉一下 老师不是不爱你们是有点过不过去啊 对 你可以发现说你在涂抹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是不是有一层这个水的感觉 对 亮晶晶的那种 对 那我们在讲说这个美白的时候 很重要一个就是你要有水润感 保湿的保湿对不对 对 其实如果说你只要非常清透的效果的话 我刚才讲这个第一款 可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皮肤修饰能力更强 比如说你常常有这个斑点 就是底子好到爆的就是用这个底子皮怎么好的就好到爆啊 不是 这一个呢是你就是说你可能想要修饰能力更强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斑点的地方或是你想要立体感更强的时候 你可以再加上整一个白型的 像我们化妆提亮打底这样吗 对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就是耐泥防晒的这个颗粒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在加这一层的时候你干涂抹的时候 加上去你不会觉得它不透气 或是你不觉得对 不觉得它厚 所以老师说的通俗一点皮肤黑一点的女生应该用哪一个 哦 皮肤黑一点女生我蛮建议用光白色的 哦 就会亮一点 白一点 对 而且你带一擦 它的透亮呢不是说硬把你化成白 哦 就不会那种说看出来是透着里面的黑 然后又抹布银的那个 哦 那个很 通常那样子就变灰 所以呢 这是就是自然款性的 嗯 嗯 那接着呢 这一款呢 它是SPF25的 嗯 它叫做就是防晒BB 哦 BB霜 强调遮盖性嘛 对 对 它是褐色 真的 它BB霜怎么是白的呀 对啊 BB霜 是粉底的颜色吗 是啊 对 所以它是防晒型的 它是防护修护型的 怪不得老师你可以拿它来打底 对 它遮盖力应该要比前面两个更好 对 因为觉得它的这个修饰能力更强 对 亮一点 对 这个你现在跟你脸上上的那个 你应该上了很薄很薄的粉底也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底子较好 所以可是都是比较薄的 我一个底子叫好到爆 对 我就说好到爆 我们重点讲的 我们重点讲的是 是这个 对啊 可以有粉底般的效果 但是它又只是一个防晒乳 对 而且很多就是 我们在用这样的需要修饰效果 最怕的就是太厚重 或是太干燥 对 那它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 就是它们这个专利的成分 叫做多孔螺旋水结构 好长的 没有 你就想象的螺旋的水结构 就是它螺旋里面 它可以把水分锁在里面 所以在皮肤底层里面 你会有这个保湿的效果 就是水绳子像螺丝一样被拧紧了 就出不来了 这个还蛮形象的 对 好 所以呢 今天老师跟我讲的 就是在这个夏天马上到来的时候 可能女生越来越担心说 妆容的厚重 对 所以现在用这个防晒 在这个保护好自己皮肤的同时 现在的成品还可以有一点 修饰和遮掩的效果了 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 谢谢老师 好的 那今天呢 不光有这个我们的达人和嘉宾呢 给我们分享这个春装的流行趋势 其实呢 我们大美人节目的女性社区呢 也开展了一个大美人晒春装的活动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大家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晒出自己的春装搭配 穿着美美的拍照 然后呢 拍照 然后由我们的达人老师呢 会选出第一名 我们会送出我们节目 为她准备的自拍神器一台 哦 这么好的笑 我们也应该是 为什么我不知道有这个互动 可以 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今天 你把你这套拍照来 我们就穿着了 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节目 包括我们的这个女性社区 我们会告诉大家 有谁通过我们达人老师的选择呢 赢得了我们的自拍神器一台 除了有这个精彩的礼物之外呢 我们今天函数我是大美人呢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外拍 就是我们去到洛杉矶啊 又请到了这个春小 来帮我们示范洪坦型 好羡慕 我们就赶紧来羡慕一下 来 各位A.O.A. 走起 好羡慕 好羡慕 and live while we young 韩叔我是大美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春小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 就是文明全球的好莱坞 每年的奥斯卡金像奖 都在这里举行 所有最红最红的明星 都将聚集在这里 那么今天 只会拳家中梦之里的关键词 就是打造好莱坞的明星style 好莱坞 不仅云集了电影圈的精英翘楚 更是众多明星们争其斗艳的绚丽战场 奥斯卡早就不是单纯的电影聚会 更是全球娱乐时尚的发布会 今天春小就邀请到了为 Beyonce Blake Lively Jennifer Lopez 等众多明星的专属造型师 Barbara 为大家揭秘好莱坞明星的红毯造型 Hi, so we're at Decades and Love the Doors I'm one of the places is kind of the first stop where I go when I'm looking for evening dresses for clients So this is a classic Audrey Hepburn red carpet moment So as you can see you really want to focus on the nipped in waist and then we get down to the shoes you get a little princess of Cinderella as she comes down the stairs loses her slipper and you get to see that magical twing filling of diamonds on the toe you see that the back swoops down we have a beautiful, beautiful flower to finish the look and then basically finish the train that gives you a nice, very tight, structured look I won't let it get to me no more I don't want to feel this way I can't believe I let it go so far No, no, it's not okay What do you know As you can see, the detail work of the gold beading couldn't be more incredible I love the accents of the purple and the gold and I love this shape So the point here is to really keep the hair tight to really keep it pushed up and away from the neck so that you have an elongated figure and as you can see it really streamlines her look So when you show up the night before Oscars in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red carpet bulbs are going to go off and people are going to go crazy you know the bed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 you know I dreaming color 復古是永不退流行的红毯造型 让女明星们摆脱了撞山的困扰 但是想要玩性感耍个性 那她们就一定不会错过这家 最富盛名的时尚买手店铺 Elisa Walker 这家是洛杉矶最早成立的时尚买手店之一 拥有着全球最具个性和最前卫的时尚潮牌 Well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looks for spring This is Peter Palato a new British designer and it's not just his fabric it's the way he cuts them into the shape of the dress in all these places I've accessorized it with a Proenza schooler handbag and then also another amazing British designer Charlotte Olympia shoes But we're not done she needs a little tiny bit more so to wear this look on the red carpet we need a little bling Chencel is wearing a Kaufman Franco gown What's so amazing about this dress is not only the color but the mesh detail it makes it look like it's floating on her body and the deep cut in the back so it's just an illusion of sparkles floating on her I've accessorized it with a Givenchy cuff bracelet beautiful mesh lace and of course one must always carry an Alexander McQueen bag if she goes out at night and it gets a little bit chilly I'm going to put a be stable faux for her this is not real this is faux on her to keep her warm at night 想要谋杀菲林 成为红毯上最耀眼的明星 光拥有一套时尚的礼服是不够的 好莱坞的女明星们都会武装到每一个细节 提前一个月进行集中保养 嘉宏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手资讯呢 哈喽 欢迎来到好莱坞顶级SPA馆KINARA 服务员好远熟啊 对啊 太远熟了 这个几日不见又长高了 老婆你辛苦了 你来到LA你还要工作 当然了呢 那我今天呢 非常的贴心 帮呢 这个春晓呢 这个预约了好莱坞巨星 这个哈里贝瑞呢 专门制定的一个这个SPA保养老师 我们来欢迎她好不好 哈喽 哈喽 欢迎你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We're taking care in the spa And this is a place where 哈利贝瑞 Natalie Portman and Johnny Depp come to get ready for their events for the Oscars or whatever else beauty needs that they might have 哇 我们听完老师的介绍呢 我想这个春晓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马上去体验对不对 我真的太荣幸了 我想马上要去享受一下 OK Let's go 水疗 身体护理 深层清洁 在春晓享受一系列的好莱坞明星护理的同时 嘉宏老师也找到了红毯明星们 绝对不会错过的保养圣品 我亲爱的 我刚刚帮你安排的这个 好莱坞红毯顶级SPA体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你看我现在荣光焕发的样子 真的感觉像重生了一样 就很舒服 然后现在很大风 刚刚呢 我也趁你在做SPA的时候呢 去呢 请教我们的这个店主 发现一个呢 从这个古埃及呢 埃及艳后就很喜欢使用的抹发膏 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的话呢 全脸身体都可以使用 这里面呢 所有跟蜜蜂有关的顶级的成分 统统在里面 蜂蜜啊 蜂王浆啊 蜂王乳 它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抗氧化 还有一个修护的能力 所以呢 像是呢 痘痘啊 暗沉啊 肌肤受损啊 敏感啊 其实都可以使用 甚至于呢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 这个局部的一个按摩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想呢 在这个 我们在LA嘛 好莱坞的巨星 这个每年都要登上这个红毯 那登上红毯呢 这个春晓 你最担心的肌肤会有什么问题 太多问题了 你知道像LA这样的天气 已经对我来说很好了 因为在北京真的已经干到不新 我们的装在 即使在之前补过水 但是上妆之后 大概走到红毯一半的时候 你已经能够感觉到 底下要开始掉渣了 你知道 开始要这个 沾崩地裂 整个开始裂开了 对 沾到一定程度 就很担心在拍照的时候 那全光灯出过来的时候 你知道就会 很多戏文嘛 花龙失色 所以呢 这个妆前的保湿保养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当然呢 针对于妆前的一个保湿呢 也有秘密法宝 就是呢 我手上这一瓶卤汁 这个卤的品种非常非常多 最厉害的这个卤汽呢 就在这一瓶的这个卤汽汁里面 它是来自于呢 这个库拉索这个品种的一个卤汽 听起来就很厉害的 对 而且呢 它要种植三年以上哦 才会呢 这个卤汽汁的一个萃取 才会在这一瓶卤汽里面 那在家里呢 其实我们加强保湿呢 可以让我们呢 这个妆容比较不容易干裂 对吧 它还有一个使用的一个小切式 它除了用这个化妆水的一个方式 拍全脸之外呢 你先帮我拿着一下 这也是化妆水的功能吗 对 除了化妆水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水膜 那我们可以准备呢 一份的一个蒸馏水呢 搭配一份的这个卤汽汁 OK 那我们再把呢 这个面膜纸呢 把它呢 放到里面去 你也没有发现呢 这个卤汽汁呢 已经被这个面膜纸给满满的吸附 看出来是当当的 OK 那其实呢 我们在家里呢 除了用在脸上脖子上呢 任何你觉得肌肤上干燥的部位 都可以使用 对 那我今天呢 就把你敷在手背上 那你知道这个卤汽汁里面呢 其实它有非常多 这个肌肤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像是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 所以你使用之后呢 你就不用担心呢 在这么干燥啊 或者是这个换季的时候 肌肤干燥缺水了 嗯 我去的 很舒服耶 很舒服啊 OK 那我们解决完了呢 这个妆前的一个保湿 日常的保湿之后呢 其实在红毯呢 我知道很多的一个 这个明星艺人 又会很担心 在红毯上面 妆容出现状况 对 像什么 有没有什么经验 脱妆是不是 这个就是在干的地方 湿的地方 都会发生 那要怎么样呢 快速呢 来这个补妆呢 其实有一个小技巧 当你发现你的眼妆 已经花掉的时候呢 你可以挤一些乳液 然后呢 我们准备一个棉签 好 稍微呢 在你比如说眼妆 已经花掉的部分呢 稍微擦拭一下 让它整个呢 肌肤呢 这个已经花掉的 这些彩妆呢 把它擦拭掉之后呢 我们再快速的 做补妆的动作 这时候补起来的一个 这个眼妆 妆容呢 就会跟你刚开始呢 画上去的这个彩妆呢 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感觉 不会这个脏脏黑黑的 也不会感觉很厚 对 也不会很厚重 所以这招 有没有学起来 那除了不脱妆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在红毯 这个走红毯之前呢 自己最担心 遇到的状况 紧张啊 紧张就会暴斗 你知道吗 你笑什么 真的啊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 春小的困扰 很多人 现在很多像是这个上班族啊 其实有时候压力带 也会这个感觉要暴斗 对 那针对于呢 这个有痘痘困扰的话呢 如果又有一个秘密法宝 你知道吗 对 这一次的话呢 不是芦荟水 这一次的话是芦荟胶 对 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 这是纯天然吗 对 那这个 所谓的纯天然的话呢 它的一个这个植物萃取呢 一定要达到40%以上 那像这一款的这个芦荟胶呢 它有呢 经过美国呢 这个它跟生物科技研究室的 一个认证 它确实含有呢 40%以上的一个这个 酷拉索天然芦荟的一个萃取 所以当然呢 它的效果呢 是一般芦荟呢 所没有办法达到的哦 对于这个爆痘痘的话呢 其实它可以帮我们达到 非常好的一个镇静舒缓 还有消炎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你刚刚要长痘痘的时候 有时候你轻轻按压 会有点 感觉好像肌肤发炎疼痛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使用 然后它就不会出来了 对吗 对 它就马上帮你做消炎的一个效果 这个芦荟胶呢 它还有一个呢 很厉害的名字 叫做万能胶 有时候呢 可能不小心被蚊虫咬伤 然后局部会骚痒啊 发炎啊 或者是有这个刀伤啊 切伤啊 擦伤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伤口给 清洗干净之后 你就可以涂上去 那它有很好的一个 镇静抗发炎 还有舒缓的一个效果 以后呢 只要这个走上红毯的时候呢 相信呢 一定都可以拥有呢 这个非常细致光滑 而且呢 是Q弹水润的美极 每个女孩都有个明星梦 希望有一天 能穿上华贵的礼服 踏着水晶鞋 优雅地走在红毯上 享受聚光灯下的 那份自信与美丽 愿你也勇敢追梦 享受梦之旅 带来的快乐 谢谢各位韩束 我是大美人的观众朋友 春晓真的是太棒了 那么在这里 欢迎大家来观众 我们的这个视频专区 我们在爱情意图的网 和PPTV都有我们的这个专区 也可以到以下的视频网站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对 而且呢 我们还有礼物奉送 凡是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来进行微博互动的朋友 都有机会获得由 韩束我是大美人 所提供的 韩束光白型防晒 在乳一共就30分 太厉害了 再次谢谢果儿 也谢谢游戏西郎 谢谢老师 谢谢哥哥boy 也谢谢 当然我们的四位美人 谢谢你们 好收工了 我们下期接着美了 拜拜